2011年8月23号晚上8点来钟 朱继天上下着瓢泼大雨 大伙都知道在江浙一带 八月份恨不得是天天下雨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朱继市大唐之行的自动取款机旁边 有一个34岁的女会计叫蒋惠芳 他呢取完钱就准备和同伴啊坐到面包车里边 哎把这钱呢就该带回单位了 就在这时候突然一个黑影就朝他们走了过来 这黑影干嘛的抢劫的呀 蒋惠芳当时尖叫了一声 这黑影啊明显就有点慌了 也没看准头反正邦的一下就开了一枪 开完一枪之后 这个黑影迅速就逃离了 刚刚那一枪啊就打在了蒋惠芳的腰上 当时就血流不止啊 赶紧的就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 可最终还是没能救过来 他的同伴啊当时也都吓傻了 过了很久这才明白过来 至于那个黑影长什么样啊 到底有什么形貌特征完全记不住了 就只记得看到黑影打着一把伞 穿着雨衣开枪之后就跑了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线索 案发之后 朱济市公安局出动了一百多名警力 全力投入到案件的侦破工作之中 这又是射枪 这又是抢劫 这又是杀人 这可是特大恶性案件 大唐镇的每一个路口 每一个转角 只要是持枪人可能出现的地方 都被警方密切关注着 案发三天时间之内 警方就调阅了一百一十七个 监控摄像头的监控录像 可是没想到 这案件还在侦破过程之中 乡邻的桃珠街道 枪声可就又响起来了 8月29号下午三点左右 这一天呢 天上还是下着雨 朱济桃珠街道 三都朱济农村合作银行 桃珠支行门口 有一个老板娘自己做生意的 姓袁叫袁静 开着一辆奥迪车 也是来这取钱 本来呀是已经取完钱上车准备走了 这一颗子弹就打中了袁静的后脑 当时这车就已经失控了 往前就冲了过去 可能是也没找到下手的机会 这个作案的凶手呢 也就离开了 后来经过抢救 最终袁静在9月2号的时候 经抢救无效死亡 短短六天时间 发生了两起命案 一时间呢 这民间啊 老百姓是传言四起 案件的案情太过重大了 随后啊 浙江省公安厅 绍兴市公安局派出了多位专家 赶到朱继协同破案 浙江省 绍兴市和朱继市三级公安机关 都投入了大量的警力 经过省公安厅权威部门的鉴定 两起案件中的两颗子弹 来源于同一支枪 两个下雨天 发生两起命案 两颗子弹就要了两条人命 警方断定 这是同一作案人所为 于是决定并按侦查 因为这支枪呢 并不是制式手枪 是一支自制的手枪 于是警方兵分多路 对浙江全省有关冲床磨床 等500多家机械工厂 进行盘查 寻找相关的线索 除此之外 浙江省公安厅的 刑侦行家吕国坚说 除了是同一支枪之外 凶手选择的作案时间 作案地点 作案手法都很类似 并且也十分专业 光是大唐这个案子 就有几十名刑警在侦办 逃出街道这个案子 投入的警力更多 两个案子并在一起 那么警力就更强了 823829 两起持枪抢劫杀人案 也压得朱继警方啊 喘不上气来了 压力太大了 尽管说啊 有省公安厅 绍兴市公安局指挥 并且协同破案 但是朱继 毕竟是案发地的警方啊 从领导 到一般的民警 也都立下军令状了 短时间内 一定得把这两枪案破获 8月23号起 朱继市公安局 可以说是夜以继日 组织了数百名警力 走访了上千人 通过各种方式深入调查 结合案件发生之后 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 等多个线索进行分析判断 9月4号傍晚的时候 这起案子的侦破工作 总算是有了眉目了 通过警方大量的侦查与摸牌 锁定了重大犯罪嫌疑对象 许德勇 许德勇可不是个年轻人了 案发当年的时候 已经是61岁了 是朱继市马剑镇人 9月5号下午 朱继警方掌握了犯罪嫌疑人 许德勇的确切行踪 根据专案指挥部指令 50多名警察兵分四路 实施抓捕行动 当时许德勇啊 就在大唐镇上 可是他毕竟随身带着枪呢呀 并且藏身在闹事之中 为了确保周围民众的安全 防止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 民警一直蹲守了11个小时 才决定行动 9月6号凌晨12点50分的时候 犯罪嫌疑人 许德勇已经睡熟了 呼噜呼噜的睡得香着呢 民警啊是一击制胜 把许德勇就抓住了 当民警冲进房间的时候 许德勇啊 正在他女朋友打工的那鲁味店里边睡着呢 面对从天而降的警察 许德勇当时都愣住了 什么情况啊 大伙谁都一样啊 真是说突然被叫醒了 都得反应一会儿 很快许德勇就镇静下来了 一句话也没说 当时民警并没有从房间里面 缴获作案用的枪支 经过突击审讯 许德勇交代 他在大唐镇上还有一处出租房呢 随后啊 民警在那个出租屋的一个纸箱里 找到了一支贴着窗壳贴的 黑色仿六四制式手枪 以及15发子弹 经过初步调查得知 这两次作案都是许德勇单独一个人作案的 作案纯粹就是为了抢劫 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至于抢劫对象嘛 那就随机挑呗 许德勇对823829这两起案件是共认不讳 据他自己说 我呀身体一直不好 我总觉着也活不长了 也没钱 后来我一想反正也是快死了 我过过富裕人的生活吧 这才想着要用几年前买的那条枪抢上一笔 可咱们都知道 尽管是开了两次枪打死两个人 但是啊都没抢着钱 这让许德勇是气急败坏 9月1号晚上就在警方追捕他的时候 他居然还来到了城区打算作案呢 晚上9点多 他在城区济阳桥附近的一家银行旁边 守了一个多小时 手来手去 也没见着下手机会 这才算作罢 得亏许德勇被及时抓获 否则他还得继续威非作呆 那么这许德勇 仅仅就做了这两起案件吗 其实不然 那么这许德勇 又为什么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呢 咱们从头来说说 许德勇出生于1951年 小学文化 无儿无女 1979年的时候 曾经因为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1990年的时候刑满释放 可是就在当年又犯罪了 又一次被捕 直到2000年这才出狱 出狱以后 许德勇没想着发奋图强 努力工作 而是爱上了赌博 这一赌 那就一发不可收拾 据许德勇的一个亲戚说 哪里有赌桌 哪里就有许德勇 赌引特别的大 许德勇之前出狱之后 也赚过一点钱 很快赚的那点 就都输光了 输光之后怎么办呢 借钱去呗 他欠了村里十来户人家的钱 一共有十多万 到了06年07年那会儿吧 许德勇呢 因为村民都去跟他讨债去 在村子里待不下去了 突然有一天就销声匿迹了 两枪案也牵出了许德勇之前 曾经犯下的罪行 根据检方起诉书指控 除了朱继的两起枪案之外 许德勇还涉及其他三起抢劫杀人案 手段是异常的残忍 1991年上半年 许德勇呢 因为经济拮据 与另外一个人叫马振宏 一起商量着 咱们怎么挣点钱去吧 这马振宏呢 是上海人 1966年出生的 就在1991年4月26号的时候 俩人呢 揣着尖刀 戴着手套 坐火车从上海 就到了义乌 先到马振宏 曾经待过的义乌市烈士陵园里边踩点去了 那马振宏当时在烈士陵园里边干什么呀 怎么就没受到这种英雄主义的教育呢 他呀 过去在这烈士陵园里边卖烟 当天晚上11点多 俩人翻墙就进入了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呢 有刊业的这个管理人员住的是平房 俩人呢 就用刀子把平房的木头门就给敲开了 被害人陈某和杨某 这是一对老夫妻俩 这夫妻俩呢 当时也都睡觉了 他们这一窍门 把这夫妻俩可就惊醒了 你们想干什么呀 抓贼呀 这是人们看到贼之后的 遇到危险之后的第一反应 那就是呼救 可是啊 除了他们老夫妻之外 父亲也没什么人 有人人也都睡了 许德勇马震宏俩人一看啊 哟 不光不配合大喊大叫 拿着刀冲着这老夫妻俩是一顿猛刺猛砍 夫妻俩当场死亡 在屋子里翻找钱物的时候啊 还发现了一个八岁的男孩 把这男孩捆绑之后 扔在床上 抢到了人民币八千多块钱 在那个年代八千多 这算是一笔大钱了 1991年9月25号 许德勇又和另外一个人叫补金才 经过预谋 分别携带许德勇准备的非制式手枪 尖刀还有手套 坐火车从上海抵达了浙江嘉兴 到原城区南湖乡 七号桥村合作的商店进行踩点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 许德勇呢 打算用刀 把这个店的那围墙啊 打一个小洞啊 那么看店的呢 姓孙 这孙某听见动静了 赶紧的吧 开门看看吧 这一开门 就让许德勇给捅伤了 这孙某啊 退回屋子里边 许德勇跟另外那个家伙补金才 立马就冲进去 把这孙某摁到地上 一番激烈的搏斗之后 许德勇拿着刀 又是对孙某一顿猛刺 补金才呢 用手枪的枪柄 在那打孙某的头部 最终导致孙某当场死亡 后来两个人在店里 翻找到了一些前务之后 也是迅速逃跑了 那么 除此之外 许德勇他们 还犯下了那些血案 上期节目啊 咱们最后的时候啊 提到了1991年上半年 和1991年9月25号 许德勇分别坐下的两起杀人抢劫案 他所犯下的罪恶远远不止于此 2001年11月28号晚上11点左右 许德勇又和另外一个叫许公卫的人 带着刀 带着手套 开着电动三轮车 从朱继市马建镇 到了朱继市桃竹街道办事处下新村 方某家的别墅里边 方家人呢 关上灯 也睡觉了 这俩人呢 就翻墙入室 在卧室翻找财物的时候 被方某夫妇发掘了 许德勇随后拿起刀来 朝着方某一顿猛砍 方某的妻子呢 这时候大声的呼救 抓贼呀 救命啊 许公卫一看这情况 拿着刀对着方某的妻子 又砍了很多刀 导致方某夫妇倒在血泊之中 当时就死了 杀完人之后 许德勇和许公卫 发现这屋子里边 还有一个不到一周岁的婴儿 这两个恶魔 现在是傻红了眼了 对着这婴儿 也是拿着刀猛刺猛砍 导致这个婴儿当场死亡 许德勇他们两个呢 在这次杀人抢劫之中 一共抢了一枚金戒指 一条金项链 还有DVD播放机等物品 许德勇 伙同许公卫马振宏 一共参与了五次抢劫 导致八人死亡 其中许德勇一个人 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诸记两枪案 两枪案发生之后 大家更纳闷的 或者说 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就是 许德勇用的枪到底是哪来的 这起案子被起诉的 还有两个人 一个叫吴康金 一个叫欧丽华 吴康金 1962年出生 是浙江省玉环县人 欧丽华 1974年出生 是四川省内江人 检查机关的 同时指控许德勇 吴康金 欧丽华 违反国家规定 非法买卖枪支 行为构成非法买卖枪支罪 那么许德勇这枪是怎么来的呢 2005年4月份的一天 吴康金呢 经过欧丽华介绍 以15000块钱的价格 从上家买了两把 非制式仿六四手枪 以及一部分子弹 2005年上半年 吴康金呢 就认识许德勇啊 俩人后来啊 反正关系也还不错吧 后来许德勇啊 就骗吴康金 说你啊 借给我用的一支手枪 和12发子弹 给丢了 其实呢 并没丢 他把这枪和子弹 就藏在了朱继市马剑镇 自己的家里边 吴康金知道之后啊 也没有声张 六月份的一天 许德勇呢 打电话给吴康金 打算还买一把手枪 吴康金呢 就又将一支 非制式仿六四手枪 和一些子弹 以四千块钱的价格 卖给许德勇了 2012年6月13号 上午9点 许德勇 从朱继看守所 被带到了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之前呢 许德勇是狠狠地 抽了几根烟 强打起精神 然后许德勇也会见了代理律师赵波 其实在那之前 他一直拒绝律师 为他辩护 但是法院的一直在劝他啊 包括咱们之前节目 在跟李小青律师交流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 越来越人性化啊 不管你是多么的罪大恶极 你都有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最后说自己 我就是不想请律师了啊 我就求素子 那也不行 法院的会指派 法律援助律师 帮你辩护 那么最后啊 这许德勇呢 也就同意了 那行吧 辩护就辩护吧 这许德勇 当时穿的黄色球衣的 那个号码 是606号 他一进门 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审判厅里边啊 忽然有人就在那轻声的喊着 许德勇 许德勇 这个名字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都成为了害人听闻的新闻人物 20年的时间 他背负了五起续案 参与杀害八条人命 最震惊的 还是此前六天时间之内制造了 诸记两起连环枪杀案 这个残忍的老头 终于站在审判台上了 他穿着黑色的条纹短袖 穿着一条运动短裤 显得挺与众不同的 小腿啊 看着就很健壮 当时站在审判台上的许德勇 已经61岁了 头发花白 但是身子骨看着呀 挺硬朗 长得呢 挺有棱角的 只是哪怕站在审判席上 依然面无表情 非常的冷静 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好奇 这一天庭审 会不会有什么更多的细节 许德勇是什么心理 他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他真正的内心忏悔过吗 审判大厅里边啊 在许德勇进来的时候 早就坐满人了 这里面有大学生 有新闻媒体人 更多的是无奇血案之中 受害人的家属 其中啊 有一个女人 拿着几张小女鹰的照片 在那哭着喊着 这个女人 是诸记白门血案之中 遇害的那个女婴的奶奶 上午九点半的时候 庭审正式开始 庭审一直持续到了下午 许德勇啊 就在那坐着不动 挺着头 腰板呢 挺得笔直笔直的 整个过程都没什么表情 也不怎么说话 说的最多的就是三个字 没意见 哪怕到了事关生死的时候 到了最终判决的时候 他依然非常的平静 许德勇呢 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现在说对不起 没用 希望法庭 从众 从快出发 只求诉死 各位 大伙应该还记得 跟他一起的 还有四个同伙呢呀 他们可没许德勇这个心态 那时候啊 已经浑身抖的都不行了 2012年7月18号上午 犯下五次抢劫 杀害八条人命的许德勇 再次压上了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厅 和其他四名同伙一起接受法院的审判 宣判之前呢 有新闻媒体记者就问许德勇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什么可说的 我就是来拿死亡判决书的 当天在庭审开始之前 旁听者就陆陆续续赶过来了 这些旁听者呀 几乎都是来自朱继 加兴等地的受害者的家属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 被告人许德勇 单独或伙同被告人许公卫 马振宏等人 以暴力手段截取他人财物 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其中被告人许德勇 系入户多次持枪抢劫 至八人死亡 被告人许公卫 系入户抢劫至三人死亡 被告人马振宏 系入户抢劫至两人死亡 其中呢 有一个细节 辩护律师认为呀 许德勇归案之后 如实的向司法机关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那么是不是应该构成 自首情节 减轻量刑标准 最终啊 法庭认为 许德勇所供述的罪行 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罪行 都是同种罪行 依法不构成自首 要说许德勇他们 到底有多么恶劣的罪行 咱们再从一个侧面也能够想象 就宣判过程啊 仅仅宣判过程 就进行了四十多分钟 审判长宣读判决书的时候 五名被告人 神情都很紧张 哪怕之前一直冷静的许德勇 其实他也是紧张的 当宣读到 判许德勇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时 始终昂着头的许德勇 他那颗头啊 终于是微微的动了一下 脸色都是死灰色的 随后啊 都感觉整个身体有些发抖了 是强坐镇定 在那一直绑得笔直笔直的 宣判结束之后 许德勇涉案的八条人命中的 那个最小的死者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那名被害的还不到一周岁的女婴 他的奶奶 当年61岁和许德勇同岁的 方志华 也去到了庭审现场 方志华的手 一直紧紧捏着孙女的照片 他边哭边说 为了我那死去的孙女 我哭了整整十年 苍天有眼 我今天算是看到了许德勇 和许公卫的下场 2012年7月18号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号刑事审判厅 对许德勇他们 做出了终审判决 许德勇被判处死刑 与许德勇共同作案 导致三人死亡的许公卫 也被判处死刑 另一个同案犯 马振宏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2011年2月9号 这一天是大年初期 一大早 河北邢台南宫市大屯乡的派出所 就接到了一起报案 这起案子可不小 是一起绑架勒索案件 来报案的是一名年轻男子 他叫冯林 他说自己收到了一条父亲发来的短信 但这条短信的内容非常奇怪 他是这样写的 逢儿 别报案 别找警察 你爹在我这 你爹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拿五万块钱 打在624578 巴拉巴拉 这张卡上 这条短信呢 这虽然是父亲的号码发过来的 但这显然并不是父亲写的 而是绑匪写的 父亲很可能已经遇到了危险 虽然绑匪在短信里写的清清楚楚 不让报警 但是冯林还是第一时间赶到了派出所 经过询问得知 冯林的父亲叫做冯大林 冯大林多年前和妻子离婚 儿子和女儿都跟了妻子 留下冯大林独自生活 可能这件事对他产生了一定的打击和影响 从那以后 本来就爱喝酒的冯大林 变得更加嗜酒如命 自己的那点积蓄全都用来喝酒了 后来没钱了 就出去打一些零工 挣点小钱 然后继续喝酒 这导致他的生活比较困难 基本属于是得过且过的状态了 这冯大林 他是独居 所以他被绑架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就很难确定了 更别说是案犯的身份了 警方首先去了冯大林的家中 奇怪的是 他的家门锁得严严实实 没有任何异常迹象 进入室内 屋子里面也是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的打斗痕迹 这说明冯大林 他是在出门的时候 遭到了劫持 进而被绑架 但是他是什么时候被绑架的呢 警方走访了冯大林的邻居 大家都说 确实已经好几天 都没有见过他了 有一位姓王的邻居说 自己在大年初一那天 曾打算去找冯大林喝酒 但是敲了半天门 都没有人回应 因为冯大林 他是嗜酒如命 天天出去蹭酒喝 所以他认为 冯大林肯定是又出去喝酒了 同样也是在大年初一 那天早晨 冯大林的女儿冯丽 也曾经去家里给他拜年 但是同样没有人在家 当时女儿也以为 父亲是出去喝酒了 也没有在意 直到后来 冯丽收到了那条短信 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冯丽 大家这才意识到 大事不妙了 大年初一 这连续有两个人去找冯大林 他都不在 警方认为 很可能在大年初一之前 冯大林就已经遭到绑架了 但是此时一个新的问题 也让警方感到有些不理解 如果说冯大林是在大年初一之前 就已经被绑架了 那绑匪为什么要等五六天之后 才发了这条勒索短信呢 这好像不太合理 考虑到那条短信 是从冯大林的手机发出来的 于是警方又调取了冯大林手机的通话记录 希望从中能够发现一些线索 而这一查呀 果然就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在二月二号大年三十那天晚上九点左右 在短短几分钟之内 冯大林的手机连续拨打了十一通电话 平均每一通电话的通话时间只有几秒钟 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通话 当时使用手机的会不会是绑匪呢 也许是绑匪他在联络自己的同伙 这表面看起来好像确实很像 毕竟拨打的次数很多 每次通话的时间又很短 这看起来好像是在紧急情况下 在交换某些信息 乍一看呢 这种可能性好像确实存在 不过在警方进一步调查了这十一通电话之后 却发现 这十一个电话 其实是分别打给了十一个不同的号码 那这就不对了 如果是绑匪打的 为什么会打给十一个不同的号码呢 难道说这十一通电话 其实是冯大林自己打的吗 在进一步调查之后 发现这十一个不同的号码 其实分别属于十一位同村的村民 这十一位村民和冯大林也都认识 警方找到这十一位村民逐一询问 发现这件事比想象的要更加奇怪 十一个村民全都表示 这电话确实是冯大林打的 但他在电话里面只说了一句话 到我家来喝酒啊 我请你喝酒啊 十一个人全都是这句话 说完之后立刻就挂掉了 那这确实是太奇怪了 那可是大年三十晚上 家家户户都在团聚 看看春晚啊 打打牌啊 哪有这个时候去找人喝酒的呢 这也太没眼力见了 作为一个五十来岁将近六十岁的成年人 应该不会做出如此反常的行为 但他却偏偏做了 而且冯大林本来就经济困难 天天去别人家里蹭酒喝 怎么可能突然变得这么大方 要请十一个人喝酒呢 反常太反常了 因此当时啊 对这十一通电话就有一种猜测 说有没有可能这些电话 其实是在求救呢 毕竟电话接通之后 他只说了那一句话 让大家到他家里来喝酒 说完之后立刻就挂了 动作非常快 为什么要去他家里喝酒呢 为什么说完这一句 就直接挂掉了电话呢 现在看来啊 这句话的重点 很可能就是让大家到他家来 如果确实是这样 那这很有可能真的 是一条求救信息 遗憾的是 虽然十一个人都接听了冯大林的电话 但却没有一个人去冯大林家里赴约 因为冯大林在村子里面 那是出了名的酒鬼 喝多了之后经常耍酒疯 有时见人就骂 口吐芬芳 有时天南地北的胡吹牛 有时倒头就睡 不管不顾 这十一个人呢 都认识冯大林 都了解他的秉性 都认为他可能是喝多了 在耍酒疯呢 而且当天这又是大年三十 又是在晚上九点左右 正好是一家人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时候 所以当时谁都没去 那除了这十一通奇怪的电话 其实冯大林的手机在当晚十一点多还发出了一条短信 这条短信的内容更加奇怪 是这样写的 娟是我 明天约好的饭局我不去了 这条短信不用回 这里面他说的这个娟是谁呢 警方查询了接收短信的手机号码 发现机主的名字叫苏小娟 他家住在隔壁村子 但让警方感到诧异的是 苏小娟刚刚二十岁出头 可从短信内容来看 冯大林和苏小娟之间似乎有约 这不禁就让人浮想联翩了 冯大林这个五十来岁的老男人 和二十几岁的苏小娟之间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为什么会互相发这样的短信呢 于是警方找到苏小娟进行询问 结果却得知苏小娟并不认识冯大林 那既然不认识 冯大林为什么要给他发短信呢 后来仔细一问才知道 苏小娟说给他发短信的并不是冯大林 而是他的男友叫丽珊 这个丽珊和冯大林是邻居 当天晚上冯大林曾经让丽珊帮忙修手机 丽珊修手机的时候 随手就给女友苏小娟发了这条短信 但是这就不太对劲了 明明在九点多冯大林还打了十一通奇怪的电话呢 这说明手机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突然要让丽珊去修手机呢 这似乎不太合理 那会不会这个丽珊 他就是绑架冯大林的案犯呢 于是警方立刻找到丽珊 丽珊表示 当晚冯大林确实让自己帮忙修手机了 自己确实用他的手机给发了一条短信 为的是测试手机有没有修好 之后在当晚十二点多 手机修好了 冯大林就把手机给拿回去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 丽珊还当场表演了一段徒手拆卸和组装手机 能看出来他确实是会修手机的 如此看来呢 他好像确实没有说谎 也的确 如果说他真的就是绑架了冯大林的案犯 那怎么可能会傻到用冯大林的手机去往外发短信呢 这不等于是在暴露自己吗 所以说从这点来看 丽珊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但在这里呢 其实也有一个矛盾点 如果说认为丽珊没问题 没有说谎 那么之前那十一通奇怪的电话 该如何解释呢 难道真的是冯大林在耍酒疯吗 不瞒大伙说 其实冯大林的子女也都认为 父亲是在耍酒疯 不仅如此 就连被绑架这件事 他们也都猜测 有可能是父亲自导自演的 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因为冯大林之前他确实有过类似的前科 他以前就曾经假装自己生病了 向子女要钱去买酒喝 而且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 虽然子女们这样认为 但是警方不敢松懈 因为他们关注到了一个非常细微的小细节 就是短信 警方调取了冯大林之前几个月的手机通讯记录 发现他发短信的习惯和那条勒索短信是完全不同的 从之前冯大林发出的短信能看出来 冯大林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 经常会有一些错别字 而且也几乎不会使用标点符号 但是那条勒索短信却没有这样的问题 因此可以认为 这条短信肯定不是冯大林自导自演的 他应该确实是遭遇了绑架 那说起这条勒索短信 警方也对其中提到的那个银行卡号进行了调查 警察这张银行卡是2月7号早晨8点40 在衡水的一个银行里面刚刚办理的 还没有任何使用记录 看起来这张卡应该就是为了勒索钱财而专门办理的 这张银行卡的身份信息 是一个叫做潘大帅的年轻男子 户籍地是在山东合泽 那么这个银行卡的主人潘大帅 他会不会就是案犯呢 其实不用说 大伙也能猜到 在这种案件中 一般情况下 案犯不会使用自己的身份证去办银行卡 后来的调查结果 也的确如此 经过合泽警方协助调查 发现这个潘大帅啊 他的身份证在前段时间丢了 而且案发那段时间 他一直在老家待着 哪也没去 这说明案犯他是冒用了潘大帅的身份 那既然如此 警方就打算调取银行的监控记录 这监控里肯定拍到了案犯的模样 然而不巧的是啊 恰好就在那天早晨九点之前 那监控录像坏了 到九点刚刚修好 那就是这么巧 只有案犯办卡的画面没有被拍到 其他画面全都拍到了 那没办法 警方只能去询问当天值班的银行工作人员 但是对方也无法提供太多信息 就只记得是一个年轻小伙 那脸型和潘大帅的脸型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不然的话人家肯定早就看出来了 那这下可难办了 没有监控 没有身份信息 该如何查出这个案犯的身份呢 警方仔细梳理目前的所有线索 最终发现啊 那条短信中的第一句话 好像传达了某些信息 这条勒索短信第一句话 它是这样写的 逢儿别报案 别找警察 你爹在我这 你爹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在这句话里面 其实传达出了两条非常关键的隐藏的信息 第一 这案犯他知道冯林是冯大林的儿子 所以开头称呼他为冯儿 第二 这个案犯他知道冯大林嗜酒如命 喜欢喝酒 所以才会说你爹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可以说这两条信息太关键了 这说明案犯对冯大林是比较熟悉的 肯定是冯大林身边的人 如果说这个发送勒索短信的绑匪是冯大林身边的人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有没有可能是冯大林的仇人呢 想到这儿啊 警方立刻对冯大林的人际关系网络展开排查 但是最后的结果却并不乐观 我们知道冯大林他毕竟是一个老酒鬼 天天蹭吃蹭酒 这样的日子时间长了 其实跟他关系好的人并不多 大家对他的关系网络呢 并没有太多了解 无法提供太多的有效信息 要说谁讨厌他 其实讨厌他的人呢 还真不少 毕竟他这个嗜酒如命的样子 确实是不招人喜欢 而且他酒后喜欢胡言乱语 也容易得罪人 但是通常来讲呢 其实大家也不会跟他一般见识 都知道他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查了一圈 警方其实没有什么收获 那么这起案件调查到这儿呢 可以说所有线索基本都查过了 但是都中断了 警方曾经试图追踪冯大林的手机信号 但是从那条勒索短信发出之后 冯大林的手机就再也没有被使用过 可以说啊 这起案子调查到这儿 是彻底陷入了僵局 警方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继续留意手机信号 同时对绑匪留下的银行卡号 也做好严密的监控 随后时间一晃 就过了四个月 来到了2011年6月13号 这天早晨 南宫市警方又接到了一起报案 有人在自家的坟墓里 发现了一具多出来的尸体 这件事发生在冯大林所居住的隔壁村子 那天早晨 村民张德丽去给自己的去世多年的父亲 牵坟 要把这座旧坟 牵到一块新的风水宝地 他和其他几个亲戚 举起铁锹挖了半天 这坟头眼看就要挖平了 马上这棺材就该露出来了 但却突然间挖到了一个巨大的编织袋子 这就奇怪了 当年给父亲下葬封土的时候 没有往里面放袋子 张德丽好奇的挖了几下 忽然发现 这个袋子里面好像鼓鼓的 里面似乎是有东西 大家赶紧把这编织袋子扒了开 往里面看了一眼 顿时吓得是口吐芬芳 大叫一声 原来这编织袋子里 竟然装着一具尸体 这具尸体 它显然不是张德丽的父亲 他父亲的尸骨还在棺材里 而棺材就在编织袋的下面 为以防万一 他们颤颤巍巍的把这编织袋子挪走 又打开下面的棺材 发现父亲的尸骨的确躺在棺材里 那既然父亲的尸骨在棺材里安然无恙 那么编织袋子里面的尸体又是谁呢 他们不敢多想 马上报了警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 经过检查 这是一具男性尸体 身高一米六多 年龄大约在五十来岁 他全身赤裸 一丝不挂 身体呈蜷缩状 已经高度腐败 这名死者是死于枪击 他头部中弹 但那并不是普通的枪 应该是一把自制的土枪 或者仿真枪 因为死者他所种的这颗子弹 其实并不是子弹 而是一颗小钢珠 这颗钢珠从头顶射入 最终停留在颈部 嵌在了骨头里 那么很明显 这是一起凶杀案件 虽然尸体已经高度腐败 早已经无法辨认其样貌 但从死者的身高体型来看 警方立刻想到了 之前被绑架的冯大林 法医判断 这一名死者 他的死亡时间 大约是在三四个月之前 而冯大林呢 他恰好是在四个月以前被绑架的 这四个多月以来 冯大林一直都处在失踪的状态 自从那条勒索短信之后呢 绑匪也没有再发出其他信息 家属们也没有去支付那五万块钱 如今在这里发现了一具尸骨 尸骨又极为相似 警方立刻通知冯大林的子女 对他们做了DNA鉴定 而最终的结果不出所料 这具无名男尸 就是失踪的冯大林 这失踪了四个多月 如今呢 却变成了一具尸骨 难道是因为家属当时迟迟不交赎金 导致绑匪撕票了吗 但是细细想来啊 感觉这种可能性好像也不大 因为绑架勒索案件 案犯的目标是钱 如果家属不愿意交钱 案犯往往会选择动用各种其他手段 继续威胁 直接撕票的可能性 其实没有那么大 因而此时警方面对冯大林的尸体 不得不重新开始思考 这个案犯 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那或许有没有可能 这个案犯的目的 其实并不是钱呢 有没有可能那条勒索短信 只是一个障眼法呢 毕竟冯大林的尸体状态极为诡异 他被脱光了衣服 又被埋进了别人的坟墓里 在女性死者的案件中 脱光了衣服 可能意味着他生前遭到了性侵或者伪泄 但如果死者是男性 就往往意味着案犯想要掩盖死者的身份 因为单听一句白条裸尸 没有衣服加以辨别 尤其又加之长时间的腐败 其实很难确定死者身份 除此之外呢 之前咱们提到 冯大林他在大年初一之前 就已经被绑架了 但是到了五六天之后 案犯才发出了勒索短信 他为什么要等这么多天 才去发勒索短信呢 这也不符合一般的绑架勒索的特征 因为这种案件啊 往往都是越往后拖越危险 夜长梦多啊 所以案犯们都希望尽快的 把这钱给拿到手 但当时这起案件却极为反常 而且再退一步想 冯大林家境贫穷 他的子女也都没什么钱 他确实也不是一个绑架勒索的好目标啊 一开始案发时 警方就对这一点感到很疑惑 但是一直想不出原因 所以现在呢 综合以上这些疑点 能发现绑架撕票的可能性 好像确实在不断的减小 这个案犯 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如果不是绑架撕票 冯大林这条件呢 应该也不太可能是情杀 那么就只能是仇杀了 对于冯大林的仇人 之前警方也查过 但是没有查到什么线索 所以这次呢 警方打算换一条思路 因为冯大林通过尸体能发现 他是死于枪击 所以这次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 就是那些家里有自制枪支的村民 如果查不到谁家有自制枪支 就着重调查那些 动手能力比较强的 可能会制作或改装枪支的 比如从事木匠 装修 机床工人等等相关工作的人 另外呢 杀人犯在杀人之后啊 往往会第一时间逃走 所以警方认为 也可以着重观察一下 案发以来突然离开当地 并且和冯大林之间有过一些过节的村民 现在有了这些更加具体的筛查范围 警方的排查工作呢 也立刻就有了新的进展 符合以上所有条件的人 的确有一个 这个人啊 就是之前提到的苏小娟的男友 丽山 他之前从事装修行业 动手能力很强 修手机的技术 就是他自学成才的 并且就在前不久 他突然外出打工去了 警方问家属 他去什么地方打工了 他的父母却全都说不知道 那这看起来确实是有点可疑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丽山和冯大林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怨 但如果非要说这两人之间有什么冲突 也不能说没有 冯大林他不是爱喝酒 喝酒之后爱耍酒疯吗 他曾经在耍酒疯的时候 骂过丽山 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 但是丽山这个人呢 他本来就比较内向 人也非常老实 不太可能说因为这么一件小事 就要杀了冯大林 况且冯大林酒后失言 他骂过的人实在是多了去了 如果大家都去追究 可能冯大林都死了一百回了 所以说看起来 丽山的作案动机确实不太足 但他父母的那个状态 的确也很不对劲 自己的儿子外出打工了 他们竟然不知道在哪 后来警方又找他们要丽山的联系方式 他们又说丽山换手机了 新的手机号自己也不知道 您想想这可能吗 这很大概率是有问题啊 于是接下来呢 警方开始对丽山的父母 以及其他的亲友 对他们的手机开展秘密监控 不久之后果然发现了 丽山的一个叔叔 最近经常去丽山的父母家 而这个叔叔呢 最近经常跟一个河南的手机号码联系 而这个号码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警方立刻去电信部门调取了这个手机号的信息 结果发现这竟然是一张黑卡 不用说了 这肯定有问题 很可能这就是丽山的号码 那既然查不到号码的信息 警方决定直接去找这个丽山的叔叔 一开始啊 这个丽山的叔叔死不承认 但后来警方拿出了他的手机通信记录 他一看傻眼了 等了半天 这才交代说 确实丽山呢 是杀害了冯大林 并且在案发不久之后 丽山就跑到河南洛阳的一个建材市场 去打工去了 也想在那避避风头躲避一下 警方一听 连夜赶到洛阳 找到了这家建材市场 但是在这一打听 发现丽山已经走了 刚走了七八天 听说啊 他是去唐山了 要去唐山的一个什么什么港口 去打工 于是南宫警方赶紧通知唐山警方协助调查 唐山警方的马上行动 迅速来到那个港口 后来经过一天的排查搜索 最终终于把丽山成功抓获了 丽山被抓住了 那么丽山他当初为什么要杀害冯大林呢 其实说白了 都是喝酒惹的祸 丽山啊 确实是一个老实人 本来他从来不会惹是生非的 而冯大林呢 咱们说了 他成天喝酒 在醉酒状态下呀 的确曾经对丽山进行过多次辱骂 其实丽山对此是有些不满的 但是他也知道冯大林是一个酒鬼 而且他的老婆孩子也都离开了 他又没钱 挺可怜的 所以丽山呢 他一直都让着冯大林 都没说什么 但是好巧不巧 在案发那天 偏偏丽山他也喝酒了 那天呢 是大年三十 晚上九点多 丽山本来和自己的好朋友叫牛丽 一起喝酒呢 喝得正开心呢 突然听到外面又传来了冯大林在骂街的声音 于是两人出门查看 冯大林看到他们出来了 于是就开始骂这个丽山 此时丽山已经喝了不少酒了 这面对无缘无故的谩骂 自然是非常生气 所以丽山就对牛丽说 冯大林啊 之前就光找事 不如这次咱们教训他一下 于是丽山他就回家 拿了一把自己改装的射钉枪 这个射钉枪呢 本来是之前他干装修的时候用的 后来他改装了一下 变成了一个可以发射钢珠的自制手枪了 他提起枪 走到冯大林跟前 一枪就击中了冯大林的面部 但冯大林并没有当场死亡 于是后来呢 他们又把冯大林拖到了自家的地下室里 开始拳打脚踢 打了十几分钟 冯大林没动静了 丽山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把人给打死了 但此时他并没有立刻采取急救措施 反而是提起枪又补了一枪 冯大林这次又是头部中弹 这才终于咽了气 在杀人之后呢 两人本来打算把尸体埋在一条河边 但是因为当时是冬天啊 那地面都冻上了 挖了半天没挖开 后来呢 他们试了好几个地方 但是都挖不开 最终实在是没办法了 灵机一动 就埋进了张德丽的父亲的坟里 但这事呢 他就是这么巧 偏偏四个月之后 张德丽打算给父亲签坟 把坟挖开了 于是冯大林的尸体才被大家发现 以上就是这起案件背后的真相了 能发现本来他们都相安无事 就是因为俩人同时都喝多了 这也挺巧的 这导致一个是酒壮怂人胆 另一个呢 是酒后耍酒疯 所以就这样碰撞出来 一起命案 那么一开始冯大林的儿子冯林 他收到的勒索短信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怎么说呢 其实属于是贪心不足蛇吞象 在杀人之后啊 丽珊觉得就这样把人杀了 有点可惜 不如借此机会再弄点钱花一花 所以呢 他就想了一个敲诈勒索的戏码 首先用捡来的潘大帅的身份证去办了一张银行卡 然后呢 又用冯大林的手机给他儿子发了那条勒索短信索要五万块 也正是这条短信导致冯林去派出所报了案 至于前面提到的 冯大林在当晚拨打的那十一通奇怪的电话 这些电话呢 从时间来看啊 电话是九点多拨出的 而丽珊袭击冯大林也是发生在九点多 但这两件事赎先赎后 已经很难判断了 所以确实已经无法得知这十一通电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耍九分 还是说确实是一种求救信号呢 现在确实已经不知道了 总体来看啊 这起案件可以说还是比较曲折的 也比较令人感慨 这个案犯丽珊仅仅22岁 他那个好朋友牛力也是22岁 年纪轻轻 本来还有大好的前程 结果却因为琐事 致使自己坠入了深渊 另外除了案犯丽珊 还有他的好哥们刘力 这起事件里呢 其实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一些法律问题 比如冯大林爱喝酒 而酒后经常谩骂他人 这种谩骂行为应该如何评价 是否构成犯罪 再比如丽珊的家属 协助他逃走去外地打工 又帮他隐瞒所在地 以及联系方式等等 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窝藏包庇罪等等这些 对于这些法律问题 在这里邀请到了我的同事 和北恩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东江 来为大家做一下简单的分析和解答 大家好 我是李东江律师 关于本起案件 冯大林的死因 实际上是由他救后 多次辱骂他人引起的 这个辱骂他人呢 实际上是侮辱他人人格的一种行为 咱们民法典也有规定 就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呢 不得以侮辱诽谤的方式 侵害他人的民意权 因此呢 这种辱骂他人的行为呢 是一种违法行为 假如要情节严重的话呢 有可能构成的就是侮辱罪 诽谤罪 还有这个寻信滋事罪 就构成这个刑事犯罪 再一个就是这个凶手 这个栗山 他这个自身的这个行为 他就是最初的主观 假如说是故意杀人 主观上就想把这个被害人 置于死地 客观上呢 也实施了这个杀人的具体行为 最后造成了这个被害人的死亡结果 被害人的这个死亡呢 与第三的这个杀人行为呢 又有这个因果关系 像这样的话 就可以认定为 他是一种故意杀人这种行为 后期的话 这个栗山呢 他有突发奇想 想向这个死者家属索要钱财 他这种行为呢 实际上是一种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对于被害人家属 使用的这种要挟的方法 想非法占有被害人家属的财物的 这种一个行为 实际上他这种行为呢 构成的是一种敲诈勒索罪 本案中这个栗山呢 实际上他这个行为 犯罪行为 是有两个 一个是故意杀人罪 一个是敲诈勒索罪 要是按具体的刑法来说 这两个罪应该是恕罪并罚 对他进行处罚 还有一个咱们这个情节中还说的 这个栗山的亲友 就是安排其出逃的这么一个情节 实际上他这个亲友呢 就是在明知栗山 已经进行了这个犯罪行为以后 对他实施钱财上的帮助 使他向其他地方出逃 这种行为呢 实际上在刑法上有一个罪名 叫做窝藏罪 包庇罪 实际上这是同一种罪名啊 是选择性的一个罪名 他这两个罪名呢 就是区别在于什么呢 就是前者是明知他人是犯罪分子 还为其提供这种住处啊 提供相关的财务等行为 后者呢 就是明知他是犯罪分子 为其做假证的一些行为 但是这两者呢 就是在法律后果上是一样的